下一個練習 改成給我重量百分濃度 然後問我可以配成一大M的多少 這題你可以把它想成兩段 第一段叫做這個重量百分濃度 會是多少大M 第二段再把它變成 它要稀釋變成一大M 但是其實你可以不要分成兩段 你可以一段就解決 我剛才講過你不管怎麼搞 你的糖水加水糖還不會變 所以你用百分濃度算出來的糖 這裡就是濃硫酸 就是硫酸 跟你用末濃硫酸的硫酸會一樣多 會一樣多 這樣子就可以 你可以不要把它想成兩段也可以 可以一段就解決 有個密度這麼多 你就應該可以算出來它的硫酸有多少 你要算末也可以 要算質量也可以 然後最後一個一段的硫酸 幾毫升 這裡也可以算出這個硫酸有幾毫 或者是硫酸有幾公克 這兩個應該要怎樣 一樣 相等 一樣 然後就解決掉了 那問題是 給我密度 給我百分濃度 給我體積 你可以算出來這裡榮值有多少嗎 然後給我濃度 問我毫升 你可以算出來榮值有多少嗎 然後這兩個榮值的單位要一樣啊 你要都變成末 或都變成質量啊 用重量百分濃度做的應該是直接變成質量 用末濃度做的應該是直接變成末 可是你不可以讓它直接相等 所以末要換成質量 或質量要換成末 那換一換會多少咧 可愛大帥哥 帥哥 21號 你也要站起來對我微笑嗎 你有聽懂我要講怎麼算嗎 我剛才已經花中間暫停好久 讓你可以有辦法有時間計算 你選C 請坐 你的答案選的叫做C 我說過原來是要加水稀釋的 但是條件濃度當然不一樣 那你可以說我原來有多少配成是多濃 然後再來加水稀這邊拆兩段做 OK 那你也可以不要 就一段做就好了 反正就算出來都一樣 糖不會變 這裡的硫酸不會變 融質沒有變 你可以用質量一樣 你也可以用末一樣 講過了 重量百分濃度做的直接出來是質量 末濃度做的直接出來是末 你要嘛就是末換質量 要嘛就是質量換末 要嘛就是質量換末 我用質量做 所以融質的 末濃度要求融質質量先知道融質末數 就是M乘以V 然後再去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去求質量 然後所以第一個算M乘V 有這麼多末 X末 然後呢 X末呢 再去求 算分質量98 所以還有這麼多克 這是用末濃度算出來的質量 這是用末濃度算出來的質量 然後 百分濃度 溶液質量 乘以百分濃度 就是溶質質量 所以我需要溶液質量 沒有溶液質量 只有密度 有密度怎麼求質量 D等於V分之M M等於D乘以V 溶液密度乘以溶液體積就是溶液質量 所以算出來 18.4 我不要這個答案 我要的是溶質的 我要的是溶質 所以 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是溶質質量 所以帶進去 然後這兩個要寫等式 剛才的這要跟這要相等 所以給它寫相等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 所以0.184升 題目問的是毫升 所以184毫升 最後是練習20 好 重量百分濃度跟墨濃度 可能要換算一下 或者是給條件 求這個求那個 希望你就是把原來的公式備好 然後該往裡面帶的東西 往裡面帶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子 OK